大家晚上好 繼續煲仔飯 其實我之前做過很多款煲仔飯 其實這個我忘了有沒有做過 我又沒有翻查了 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去 從頭做到落尾的分享 因為我記得就算我有做 上一次應該不是從頭做到落尾的 如果想快速開飯的話 那當然是煲仔飯 如果你怕煲仔飯熱氣 其實可以改成電飯煲 更簡單 首先要介紹一下材料 今天少過人吃飯 三粒米 然後我就買了飛牌 今天終於買到飛牌了 一粒子天椒 然後就有這個 油鴨腿 大家很想吃、很喜歡吃 今天做什麼呢? 好像還沒說 油鴨腿排骨飯 都是現煮現賣 大家看到 我選了一隻斷了骨的 一隻油鴨腿 然後用滾水 浸一浸 稍微浸一浸 就會比較好些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那隻油鴨腿 到底是很鹹還是很淡 它說是淡 有時候都記錯了 很鹹 所以我們用滾水 起碼用七八十度的熱水 浸它 讓它的油和鹹味滲出來 然後用排骨 排骨 如果我們這麼多人吃 我這裡有十二粒 大家自己去衡量 那我用的是飛排 為什麼呢? 入得慣廚的都知道排骨最好吃 當然是飛排 又軟又滑 OK 好了 我們沖洗乾淨 然後我們就開始做事了 豆豉 這個排骨一定有豆豉 我建議大家不要剁碎它 我知道很多家廚習慣剁碎 我已經做過很多次了 這樣就不要剁碎它 倒了適當的份量出來之後 然後拿水後 浸一浸開它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辣椒 這個米呢 我先放在一邊 不要理會它 大家會經常見到 我經常下刀之前 就剁一剁針板 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樣 其實就是一些習慣來的 很多職業廚房都會有的 就是 可以拿回那個節奏 然後我們就刮少許薑 這個飯也很簡單 為什麼這陣子經常做煲仔飯呢? 第一就是我只顧著大家 因為過幾天天氣涼 應該 其實不是過幾天天氣涼 這條片我就打算 天氣涼那一天 我就會發表了 讓大家方便 第二件事 就是因為我老婆入了醫院 我一家人經常晚上探望她 想她快速開飯 想快速開飯 煲仔飯就不易之損 我先留在一開始說 如果大家怕煲仔飯是難煮 還有熱氣的話 大家可以跟著我這個方法 改用這個電飯煲就可以了 少許薑末 然後 就是蒜頭 我會大力一點 因為 等一下要 切碎它 頭就不要了 剁蒜頭 其實不是直接剁的 我們先切片 切片之後 剁出來的蒜頭就容易一些 就比較幼細一些 先切是 蒜片 然後我們再集開它 慢慢 就是 變成這個蒜頭 我現在就集它 都沒有剁的 我知道很多人 然後呢 就剁蒜頭 很怕剁蒜頭 因為呢 又麻煩 還有呢 它就彈到到處都是 大家都見到 我幾百度菜 幾乎每樣菜都有蒜頭 但是大家會見到 我的蒜頭 即是我的砧板很乾淨 因為呢 我就不是剁的 我是什麼 雜的 雜的 雜到它有關那麼小 小粒呢 我們才開始剁 這樣呢 就可以令到蒜頭 就做得有小一點 還有呢 大家看看周圍呢 不會說彈到周圍也是 蒜蓉吧 接著這個排骨呢 我們稍微洗一洗它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 繼續呢 就拿水 沖一沖它 盡量做乾淨一點 OK 因為肉桌呢 都不算太衛生 這樣呢 那 因為我這裡不足一斤 所以我放鹽呢 放少許而已 就不用多的 大概啦 是 半茶匙左右 接著糖呢 就一匙 接著然後雞粉呢 就半茶匙 或者小小呢 輕輕點一點味 接著然後呢 就是這個 胡椒碎 接著然後呢 就是這個 生粉 那大家要看清楚我的次序 那我這些呢 如果我不讓大家看 大家是不會知道的 OK 好了 接著還有什麼呢 麻油 接著然後就是酒 好 那這裡呢 我酒呢 就當是這個水的用途 那還有呢 為什麼要下酒呢 我用的是廣東米酒 那為什麼呢 因為廣東米酒 比較香 好了 接著之後 生抽 大約一至兩茶匙 那就視乎大家 喜歡那個味道的深淺 和鹹淡度 好了 那蠔油呢 適量 就一茶匙左右 好了 那麼做完了 那麼多個 接著之後呢 我們將 看著了 我們將這個 排骨呢 稍為用力 少少 揉一揉 它 留一點點水 但是又不要太多水 好 那麼 大家看到 酒呀 煉水呀 煉盛呀 大家看到 那麼呢 我經常呢 都是跟大家去分享 這個醃製的過程 那麼有些 新來的朋友 就不太明白 也都不耐煩 就說我為什麼要 這個過程要這麼長呢 第一 我要給個時間的觀念 給大家 煮一頓飯 你猜真的容易嗎 你以為幾分鐘搞定嗎 第二 就是讓大家看到我的手勢 再加上我的說明 大家就會知道 我們醃製食物的時候 就要怎麼醃了 那麼 我相隔都很短 上一個就有南瓜排骨飯 都是這樣做的 我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因為我每一條片都有新觀眾 就不一定有舊觀眾的 所以呢 我就慎防 有些人第一次看 我都盡量做足一點 過程功夫 那我拌了一會兒 大家看看 水已經開始吸了 但還不行的 我們要拌至它起膠 其實蒜蓉就不用給那麼多 薑蓉也不用給那麼多 大家自己適量吧 少許就可以了 好了 繼續醃製 醃到它 這個時候其實已經是差不多吸乾水 但是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一停 它就會是 這些水就會倒流出來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醃到它 是 即是完全起膠 那些水吸光為止 那我們才好收手 咦 你那些豆豉在哪兒 豆豉不用這麼快放置 這個時候放的話 我就會拿到爛了 那就 會是那些吃不到的豆豉香 但是會吃到很濃烈的豆豉味 即 什麼是吃不到豆豉香 但是又很濃烈的豆豉味 簡單來講 就是過份了那種味 那大家可能說 那我放少一點就可以了 咦 你剁爛了那些豆豉 而且呢 和你原粒豆豉 它分別出來的那種香味 又不一樣的 那所以呢 這些是有要求的 不要以為呢 差了一點點 就差了一點點 但是其實呢 煮食 差之豪利 就貿之千里 我經常都講 為什麼這個貝的口訣 是鹽糖味 而不是味 不是味糖鹽呢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嗯 我們飲食 很多時候在一個行溫的狀態 或者是某一個溫度之下 最終相同的溫度之下 如果你調轉來下那個次序的話 那種味道就完全不一樣 那醃製又是這樣 炒的時候也是這樣 所以大家就要小心了 現在呢 我的手就感覺到它有膠了 這個時候鮮頭 還有一些類似泥水的東西 現在呢 就完全 大家看到它吸光了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下油了 好啊 喂 兩位在拍片啊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呢 就把那些油呢 拌到它呢 就 吃下去那些醃料那裏 達到這個水與膠溶的效果 哎 不好意思啊 剛剛鮮頭 幸好我多眼看一看 又不知道做什麼 自己停機啊 那我現在呢 就開始下米了 那就是三杯米 那我先頭呢 那些排骨呢 就拌好了 就是 我就 拌好了 拌到最後 我說水與膠溶啊 跟著 然後呢 就 最後拌好了 再加上豆豉輕輕的拌勻 就可以了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我們呢 就要計算米水了 那這裏呢 就 大家看到這個米水呢 我又另一個杯 那就是160 啊 大家看到嗎 160啊 這樣呢 就落米水是一份米 落0.8水 那如果是排骨的話呢 就可以落 再落少少 落少些 因為呢 排骨會出水啊 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用 0.8水啦 0.8的話呢 就是 8.8 8.6 48 就是12.8 那剛剛好呢 就不夠13的黑度 好 跟著之後 我們這裏 一杯 跟著之後 這裏又兩杯 跟著之後三杯 那為什麼我要落這裏呢 因為這裏有米 那我不要浪費 啊 洗乾淨它 記住啊 那這樣呢 就 糧米呢 糧米水其實呢 以前呢 我們老人家教下 就是媽媽那裏教下 就是拿手指下去 通常呢 就是第一節啦 第一裂啦 那但是呢 其實每個鍋都不一樣 因為為什麼呢 它大小不一樣 我開口啊 那結果呢 就是你永遠都不會是準的 所以最準呢 我希望大家呢 就是拿這個 這些涼杯 那就一定準的了 那麼就計足它 0.8分的水 那現在其實也不是很多水的 啊 稍微 啊 那我稍微呢 那個米呢 就是米水 多一點點而已 OK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撥勻它 那開大火 這個大火 大家要知道 不是我們爐頭的大火 而是什麼呢 就要看它呢 就是那個 煲的大小 相對於那個火力來講 那那個火力呢 就去到是什麼呢 就是 剛剛好 火苗頂著那個鍋底 那就OK的了 啊 那現在呢 我們就計它了 3 3米的話 起碼都要6分鐘以上 我給它7分鐘 做什麼呢 第一個大火 記住是煲乾水的而已 第二個小火 我們才是用來焗飯的 這個呢 就跟我們以前呢 用柴火煮飯的原理是一模一樣的 第一個 一開始的大火就是煲乾水 第二個 減低火力 就是要保持溫度 然後焗熟那些材料啊 那現在開始計了 7分鐘 那7分鐘之後 我們就先再理了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是處理其他東西了 那這一隻鴨腿呢 那我就已經是 已經是 就是浸了它了 那就沒有那麼 就是沒有那麼 鹹啊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稍微改一改它 那邊邊呢 那些呢 就很多 很油的 那些膏呢 我們就切了它出來 那這些皮呢 那有些人呢 就不喜歡要 那我們又 將它切了它 那那變了呢 這隻鴨腿呢 我們就非常之是 就是 非常之是 乾淨啊 那那 這樣啊 斬呢 就是用中間這個去斬 那有時候呢 下刀 即是太過混水啊 那這個不要了 那我們呢 就拿回一個形 然後放回它 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又做其他事情了 做什麼呢 就要切些薑 那我現在呢 就 即時呢 就清潔一把刀啊 因為那些鴨油啊 那 等一下我先洗了 在這個時候呢 我避免呢 那些鴨油呢 就 污染啊 那所以呢 我就馬上把它擦掉它 先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 切薑絲啊 為什麼呢 切少少薑絲呢 就 然後呢 放進去那些 那些垃圾腿呢 這樣就可以 有起到這個 批腥的作用啦 以及呢 那個薑絲呢 吸了那些 即是 那些 垃圾腿的那個 鹹香味之後呢 其實就可以呢 是什麼呢 可以是 增加食慾啊 那 那 這個薑片本來就是這樣啊 接着我们就用一只手拍拼它 让大家看一下,尽量 薑丝其实可以切到很幼 我就不建议大家切得太粗 为什么呢? 因为幼的薑丝更加容易吸收到那些 蜡蜡的咸香味 我们到时做出来的薑丝就会更加好吃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另外,我再切点葱花,这样就没有了 今天这餐饭就是这么多 我另外有一碟炒菜 现在等这边煮了7分钟之后 我们再和大家分享 好了,大家现在已经冰箱了7分钟 首先,第一件事先关到最小火 否则就焦饭 OK? 接着之后,大家看一下 那些饭是刚刚好的 要它干水,第一个大火 接着之后,我们就把这个 垃圾腿放在边边 接着之后,我们就拿筷子 记住,排骨下去 大家看一下我的排骨 是不是很干身 要拌到这么干身 做这个煲仔饭 那些排骨才好看 下排骨的时候 尽量不要让它搭 那些排骨才可以完全熟透 如果不是的话 排骨搭排骨的话 就有机会它就不熟透 那我这些米煮得很漂亮 大家都见识过我煮煲仔饭 十个煲仔饭,十个煲仔饭 皮饭不够漂亮 但是这些饭都是粒粒分明的 这一个就是煲仔饭的要缺 那如果这些饭一烂了的话 第一个口感不漂亮 接着之后,肯定是什么 接着之后,饭脚都不漂亮 好了,接着之后 我们将薑丝 其实如果是 我出去做生意 有几条酸酸 不过我自己做 就会加多些 因为为什么呢 吸了一些咸香味的薑丝呢 是非常之惹味的 好送饭 好,那做完了 接着之后呢 我们就盖上煲盖 这个时候呢 看着这个火力控制 我们向左手边扭回它 接着之后 不是要大火 是要小火 这个小火 这个小火呢 就尽量生小一点 OK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煲盖 就是这个煲呢 就会保持温度 现在的小火呢 就是要保持温度 接着之后呢 我们呢 就 拿个毛巾 就摄住它 那些洞洞洞 这些洞洞洞啊 啊 那这个毛巾呢 要这样打斜才行 那当然要找条干净的毛巾 那打斜可以长一点啊 把毛巾摄住它 那些洞洞洞 就可以了 接著,這裡有個洞 蓋上去,完成 我們家廚的煲仔飯 就不需要做到專業 經常動煲 其實經常動煲 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要均衡的火力 但是如果沒有風的情況下 其實這樣關到平均小火就可以了 其實這個技巧 就源自於以前的柴火爐灶 柴火爐灶是怎樣煲飯的呢? 就是未放過煲飯去煲之前 我們把火堆到最旺盛 燒到最旺盛 然後當它最旺盛的時候 我們整鍋飯就放下去 這樣呢? 我們就不用管了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火 它燒到不用十分鐘 可能是五、六分鐘 它就燒完 就是最旺的火 就是那五、六分鐘的時間 然後我們一直都不需要動它 為什麼呢? 因為它那個火 雖然說過了最旺盛的時間 但是它還有一點點火苗 那些柴、炭 還有熱度 這個時候就靠這個熱度 保持啞煲的溫度 而不是幫啞煲升溫 頭幾分鐘就幫啞煲升溫 煮乾米水 行不行? 所以其實柴火煮飯 是沒有大家想像這麼繁複的 總而言之就是 有理沒有理 堆到那個火最旺 然後整鍋飯就扔下去 然後呢? 我們就不用管它了 大概呢? 計準時間大概 十幾二十分鐘左右 那夜飯就煮好了 如果超過這個十五分鐘的話 那就有機會煮焦飯 但是十五至二十分鐘之間 就會是那個飯焦非常漂亮的 這個就是我的經驗 好了 如果是換著這個明火石油氣爐 原理也是一樣 一開始的時候 最大火 我們最主要就是煮乾米水 當米水乾的時候 我們就關小火 加這個材料下去 然後再焗大概十五分鐘 對不起 不記得按鈕 那現在呢 稍微不要緊 十五分鐘 我先頭都浪費了兩分鐘 總之呢 是我們大約的時間 然後小火焗完之後 我們再焗多它 大概五至十分鐘左右 這個飯就非常完美 那現在呢 我就繼續不理它了 然後計了中之後 然後計了時之後 我就可以是 不用理它了 等它在中 然後加這個 我們自製的蝦抽 甜醬油 蝦抽 非常野味 我這個蝦抽特別之處 就是除了大家看到我做的蝦抽 之外呢 我就加了幾隻辣椒 所以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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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蝦抽 就很微微的辣 輕輕的辣 非常之開胃 又甜又好吃 又野味 大家可以跟著一起做 15分鐘 再加這個 5分鐘焗飯 之後我們開來看看 到底結果如何 看我的影片呢 就一定是有些東西 學到的 那現在還有十三分鐘 但是 我落漏了東西 是什麼呢 做煲仔飯 最重要的是什麼 當然是豬油 我不記得了 大哥 那要加豬油 為什麼要加豬油呢 因為加了豬油之後 它的飯就會更加香 和甜 以及它那個 就是它那個 就是它那個 它那個 飯焦 會起得更加漂亮的 那 下多少就 隨你的份量了 就是看一下你那個米有多少 那這裡呢 大家不要以為我下了很多 因為我是三麥米 三麥米來講 大概已經去到五個煲仔飯 那麼多的了 OK 那繼續 不管它了 放回去 然後 真是老眼昏花 整天都不記得 可能掛著老婆吧 那大家又不要介意 不要以為我要為了大家才拍片 相反 我是有私心的 因為呢 一個親人呢 即是他患了重病 入了醫院 總是心水不靈的 是不是 那電視劇都有教大家 都有一些劇情呢 就說 起勢地在家裡做家務 希望呢 就亡卻了呢 就是那個痛苦啊 亡卻了那個 就是不安啊 那我希望大家也都明白呢 我拍片不是純粹為大家 其實就是為了我自己的 那當然 所以 Side Effect 就當然大家都受益 是吧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夠了 我們再開來看看 結果如何 好了 15分鐘過了 那麼我們首先馬上呢 就關火先 跟著然後呢 就繼續焗它 那麼 焗它5分鐘左右 那麼5至10分鐘就最好啊 那麼5分鐘就夠了 那麼我們等一下呢 5分鐘之後 我們就看看結果如何啊 好了 那麼5分鐘又響了 那麼我又可以關抽氣線了 那麼我呢 就首先呢 我們 吃氣有儀式感啊 那麼啊 咦 先拿去這布先 那現在摸下去呢 那個鍋蓋呢 都還是拉手的啊 嘩 大家看一下 這個樣子可以不可以先 看看先 那這樣啊 好 跟著然後呢 我們就落這個 灑這個蔥花上面啊 那麼啊 看到這麼多煙呢 就肯定呢 就熟的 大家不需要擔心說不熟啊 好了 跟著然後呢 我們就 啊 灑多點蔥花上面 好 跟著之後呢 我這些自製的蝦抽啊 蝦抽呢 是比蒸魚豉油更加 好慢用啊 你拿來做這個 啊 拿來做這個 煲仔飯豉油也行 拿來做這個 這個是 什麼啊 兩斤就夠了 拿來做 點蝦的豉油也行 拿來做呢 打火鍋啊 開的豉油也行 OK 那現在呢 我先拍下幾張照 跟著之後 當然要什麼啊 當然要 看一下它那個飯焦 可以不可以啦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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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頻道呢 就比較特別啦 既是可以有這個 呃 就是 有這個 煮東西學啊 那 也可以學一下拍照啊 那 那 那 大家會看到呢 我整天一拍就拍了很多張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呃 你要選一些漂亮的照片出來 那 有時候呢 它會有些偏差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需要 選擇這個 這個是 不同的照片啦 那 還有呢 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對焦 對焦點啊 那 我就不是擺到正中的 那 而是擺邊邊的 為什麼呢 這樣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 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 這個 叫做景深 這樣就包住了 我想要那個範圍了 那 所以拍照呢 其實很多時候呢 就不是說 喂 你想怎樣拍就怎樣拍的 是 有 都有一些 rule 要跟一下 的 那 那 那盡量呢 就是拍照的時候呢 就 那個視角低一點 就吸引一點 好 拍完了 跟著之後 我們呢 就要開箱 要看一下 到底 我們的飯 可以不可以了 我們先看一下 大家看到呢 那些飯呢 那些排骨呢 是會有汁的 所以在排骨這邊呢 那些飯就會比較上 是 就是比較上 就是 濕一點點 那些飯 看看 那些飯椒是有的 那 那大家看到 那 這個飯椒啊 那 這個我最喜歡 這些呢 有一點點焦黃 但是呢 就不是很 就是不是很 那些 不是很焦的那些 那些 我就不喜歡很焦的那些 那這個飯椒 這些這樣的飯椒呢 大家看看 這個飯椒呢 就最靚 我認為是最靚的形態 那 那 然後 大家看看 這些鹽到 哎 對不起啊 看不到 鹽到少少少豉油的 那 那 大家會看到呢 那些飯呢 哎 對不起啊 又看不到 哎呀 滴了 好熱啊 大家看看 它是粒粒分明的 大家可以在那個 就是在那個 什麼那裡都看到啊 那 那 基本上 這個呢 就有少少過分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開了把風扇 對著那個爐 那我沒辦法了 因為很熱啊 現在呢 就還不是天氣最冷的時候 不過呢 我 即是這條片 出的時候 應該就是 天氣最冷的時候了 那 那 大家 這個飯 為什麼我放這麼多蔥呢 因為呢 這樣是很好吃的 好了 那 看完 看完那個效果了 那 大家看到 那 基本上呢 整個飯呢 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可食的狀態 就是我講的飯椒 好 那 那 我希望大家呢 就 要明白 要煮一個煲仔飯呢 就不難的 啊 又是這樣 為什麼呢 沒有了時間呢 我先關機 好了 那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拍到那個飯椒 真是氣死我了 那 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飯椒 現在呢 就是這樣的狀態 那 這邊呢 就稍微差了一點點 但是這一邊呢 就非常之完美 那 嗯 大家看不看 我這個狀態 那 再說一次 其實煲仔飯呢 就真的不難的 OK 那我現在呢 就已經是攪爛了 那煲仔飯 它最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控制火候 那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嗯 嗯 我們在家廚呢 只要是沒有風的狀態之下呢 我們是不需要呢 是把那個煲轉來轉去的 你只需要密封 因為一放在肉下去之後呢 最重要是做到那個密封的效果啊 那呢 我們要摸這個煲蓋的時候呢 就要有辣手的感覺 這樣才可以確保肉是熟的 OK 行不行 好了 那 我就不斷地強調啊 其實呢 煲仔飯的原來那個源流呢 就是那個龍亡的時候呢 我們怎樣去落田去吃飯 怎樣快速去開飯 那今晚呢 也是因為我自己家裡的理由 那也都需要呢 就快速開飯啊 那所以呢 我最後最後呢 就是決定是又再繼續做這個煲仔飯 而這個煲仔飯 發表的時候 就應該是剛剛好呢 香港凍的時候 開始凍的時候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 那個火鍋的控制是最重要的 那怎樣去控制那個火鍋 記住而已 很簡單的原理啊 那我先頭都有說 怎樣去煲仔飯的原油啊 那我們以前煲雅煲飯是怎樣煲的 那其實你用明火煲飯的道理 那個原理都是一樣 一開始煲開大火 接著大概啦 就視乎你的米量 那麼五分鐘至七分鐘左右 那麼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要煲乾水 接著然後呢 煲乾了水之後呢 我們呢 就馬上要收小火呢 收到它那個燈芯火最小啊 接著然後呢 我們就開始鋪那個肉上去了 接著然後呢 我們封緊它之後呢 就用到最小火 最小火就焗它呢 十五分鐘 那麼而後面的小火 就是那個用法 那個原理啊 希望的目的啊 就是要保持這個煲的熱度啊 等它呢 一定是超過100度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就可以產生這個很好的飯焦 以及是焗熟的那些肉的了 那麼就十五分鐘啊 那麼十五分鐘啊 那麼十五分鐘之後呢 我們關火呢 接著再焗它大概五至十分鐘左右 讓它收回乾水 那就OK的了 可以嗎 那麼至於那個醬油那裡呢 那麼大家當然了 可以買現成的甜醬油的 就不用那麼麻煩 那麼但是呢 如果大家呢 是要求高一點的話呢 那就像學戰我一樣 自己做些甜醬油啦 那麼我這一次呢 就用了這個蝦抽 OK 可以嗎 好了 除了這些要做的步驟之外呢 我們最主要呢 我們要做那個排骨呢 第一呢 就是我們要用這個飛排 因為大家會見到呢 所以我經常性呢 就是即醃即撈 即煮即食的 那麼 怎樣的一個部分的排骨 才是最好吃呢 就是飛排 那飛排呢 就很少的 就是尾龍骨啦 介乎尾龍骨呢 它起了個肉眼扒出來之後 那個邊緣呢 那些肉黏住那些排骨呢 就是叫做飛排了 那麼如果說的是 如果排骨來說呢 就是如果它有十份的話呢 飛排呢 最多只有兩份的 就是五比一左右 一個個個個比例 那所以很少 如果大家想吃飛排 就是吃漂亮一點的話呢 那就要早點去買了 OK 可以嗎 那醃骨其實都很簡單的 基本上都是醃排骨那種方法 那麼 我都不是第一次做排骨飯的了 那麼我希望大家呢 就要有信心 那今天呢 我拍這兩天 拍片都不太順利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整天都自動關機啊 那有些過程呢 就真是不好意思啦 因為我要求的 就盡量詳細啦 但是呢 有些過程呢 因為它突然停了我 說了東西呢 就是它看不回來 那麼如果大家有不明白的話呢 希望大家盡量 就在留言區那裡發問啊 那麼看看我有什麼 可以幫到大家的地方 OK 行不行 記住 煲仔飯並不難的啊 那麼我希望大家 入了冬了 那麼其實呢 要吃這個煲仔飯 我現在放了這麼久呢 大家會見到呢 喏 這些 這些飯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粒粒分明啊 我不會像外面那些 就是 上到桌就爛了 因為大家要記住 下米水那裡呢 雖然說很容易 但是我再強調一次 下米水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我們不能夠有叉匙的 為什麼呢 我們下米水的原則呢 第一呢 就是那些濕米 我們是不能下粥水的 記住啊 那些米呢 其實我們煮煲仔飯 就是以前說的 如果煮煲仔飯 有要求的師傅呢 他會用混合米 什麼是混合米呢 就是生米混合這個舊米 那如果呢 我們譬如說 我現在做這個呢 就是用新米 就是大家可以買到那些什麼 金像啊 金鳳啊 那些米啊 或者是什麼 抹理香米啊 或者是越南抹理香米啊 諸如此類 那本身香米呢 它都是屬於絲苗米的 不過它是長身一點 那呢 我們通常用的米呢 香港可以在超級市場買到的米 通常都是三個月來的 就是三個月前它收割 然後包裝 然後運到香港之後 它儲了一定的時間 通常都是三個月的 因為通常這些米呢 就有分兩鑽 一鑽就是春耕 另一鑽就是秋耕 那通常呢 這些稻穀呢 它那個成熟期呢 都是一個多月左右的 OK 可以嗎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現在吃的米呢 應該就是今年的泰國的春耕米 就是 它拿到這裡 頂了 現在都是 我就算現在買到的米 都是在一個倉裡面 放了四個月而已 那這些就叫做新米 舊米是什麼意思呢 舊米就是放在一個倉裡面 就超過一年的時間 那 新米和舊米其實很容易分的 新米呢 就很白酸酸的 舊米呢 就有一點點輕輕偏黃的 舊米 那好了 那有些師傅要求高的話呢 那它就會新米混舊米 那如果是有些 就是好像我這樣呢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最重要是控制米水 就是 當然 米香 你混合米 米香又是另一件事 那但是純粹煮出來的效果呢 其實就是 那個差別是 就是不會是大得很厲害的 那所以呢 我們為求方便 就是我們沒有理由 特地今天煮煲仔飯 就去買舊米 香港很難找舊米的 所以 我就用新米的方法 新米是多少呢 給米水 一份米 0.8水 然後 譬如說排骨這些 這麼容易出水的 食材的話 我們可以約略將米水 減到去 減到去0.7度 OK 可以嗎 但是如果 新米 你怕是生骨 怕是什麼理由 如果你給到一份水的話呢 我保證一定是冷飯 如果有人教你 給1.5份水 哇 出事了 夠米都不行 一定是煮冷飯的 OK 行不行 大家要記住了 還有呢 我們呢 就是 最好吃的煲仔飯 就是 煮好了 關火之後 最好焗5至10分鐘 好嗎 記住了 那些米飯 就會處於最佳的食用狀態 還有另外一件事要提醒的 就是呢 關於轉煲的過程 因為我知道 10條片 10條片都會教大家 將煲轉來轉去 其實大家知不知道 為什麼那些專業師傅 在街邊煮煲仔飯 要轉來轉去呢 為什麼在廚房裡 要轉來轉去 因為有風 但是我們呢 家廚來說 就很少會有風 譬如我現在呢 那個風扇的話呢 對著正的爐頭 當然是有風 但是如果正常的話呢 譬如天氣冷 你沒理由開風扇煮飯的嘛 所以是沒有風的狀態之下 大家是真的不用 什麼都不用做的 最緊要記住 煲仔飯 你想它的肉熟的話 一定要密風 你想它的飯超美 一定要放豬油 OK 行不行 那當然你說我沒有豬油 放其他油可以嗎 可以 也可以 不過呢 豬油有一個神奇的作用 就是會令到這個白飯 會更加香 更加甜 這個就是豬油的神奇作用 所以為什麼我家裡 經常都有豬油呢 因為我經常煮煲仔飯 再加上 都是那一句 我去賣一盞花香 我其實曾經有一段時間 也幫過手去賣煲仔飯 所以你問我煲仔飯 為什麼別人要轉來轉去呢 為什麼我不用轉呢 我當然明白了 但我希望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我們求學 就是那個態度 我們求學的態度 當然越學得多東西就越好 但是你必須要有一個質疑的態度 質疑的態度就是什麼呢 我們不可以全盤去接收 包括我現在說的東西 不要去全盤接收 大家要想過 度過 試過 對了 這個方法就是你的方法 但如果大家完全不肯去試 只是好像搬自過子那樣 這樣其實這不是一個好的學習態度 我們入廚都是一樣的 大家看到我又玩相機是不是 其實玩相機跟烹飪有一個很強烈的共通點是什麼呢 就是 無論我學攝影 我學了多少的東西 那個什麼曝光三角 光圈快門怎樣去控制 怎樣可以令到 我又拍到太陽 但又拍到地面的景物 就不會黑漆漆 諸如此類的技巧 我們就學了很多東西了 但是呢 如果我們只是學完之後 就收起來了 不去練習 不去多練習的話呢 我那些攝影技術就會生鏽了 最近 有個朋友 他做Studio的 他問 喂 Leo 你有沒有興趣出來 出來教人 我說教什麼 他說教人像攝影閃燈 大哥 我照顧我老婆這麼多年 我已經生鏽了 沒有做那麼久 然後他說 嘿 教初級班 那你就慢慢教上 我說不是 現在很流行的燈 我都沒有玩過 或者是 我自己放下那些東西 放下那些技術這麼久 那 我怎麼可能 一出來 就可以教到別人 一個很滿意的結果呢 那這個就是我的態度 結果我就很偉軟地去推堂他 結果他跟我說 哎 像是车子,你不开不久 当然是封尘的 无论是 甚至是开不动的 其实我们做烹饪也是一样 我希望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再看这麽多影片 如果你不是去学习的 不是去认真学习的 你只不过当娱乐地花时间 OK, fine 我不多说话了 但是如果大家是认真去学习烹饪的话 我很希望我每一条影片 即是大家不需要追的 我突然间有很多影片放在这儿 不会消失的 大家如果看中了有一道菜很想吃 我又做到出来 大家很想吃的 那大家就立刻趁新鲜 就学了做 做了掌握了基本的技巧和过程 然后你再不再做的 这个是后话了 记住 凡是要新鲜才好 凡是菜式 食物要新鲜才好吃 一煮熟就要吃 就像这样 我现在 放到出去 我的子女都投诉 说了这么久 隔了久就没那么好吃 我们要学习一个新事物 学习一个新知识 亦都要趁新鲜 自己还记得的时候 马上去做 这样 就特别入脑 我以前 读书考试 我都 不去温习的 为什麽呢 我平时上读专心嘛 我平时 职日就已经温习了嘛 入脑了 那我还用什麽 去特意花这麽多时间去 去做温习呢 是吧 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 不是我 在这儿散自己 即是晒自己 而是我希望大家 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在哪里 OK 那不妨礙大家了 太久了 拜拜 我都知道了 不过有些事 不肚不快 还有 真是奉愿大家 想是 改进廚藝 你必须要是 你学到 即是你看到我一条片 觉得那样菜式自己想吃 你就马上去学 马上去做 做完之后 那个技术就是你自己的 好吗 OK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